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繼續教我們這個因式分解 然後複習一下前面的這個余式定理 來看一下我們前面教到一個比較快速的算法 如果有一個問題是x的6次減 7x5次加2x4次減81x3次加上 6x平方加15x減1 如果要求這個余數 那他說要求這個x減8的余數 那其實我們前面的課程裡面講過 因為x減8是一個一次式 所以除完他的余數余式一定是一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呢 他可以變成 我們拿這個東西當f of x 他可以變成x減8乘上一個商 除數乘商加余數 那最後就是這個余數 k 那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把x用8帶進去這邊就會變0 因為這個是0 0乘上任何東西都是0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f of 8是 k 那所以他這題就是要求f of 8 那要怎麼求 其實就是帶進去 所以你會得到8的6次減7乘上8的5次加上2乘上8的4次減 81個8的3次加上6乘以8平方加15 減8減1 喔 有夠難算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介紹一個 比較好算的方法啦 上次應該有介紹了 所以在這裡來練習一下 那 8的6次可以想像是8個 8的5次 這沒問題 8的6次是8個8的5次 8個8的5次減7個8的5次 這樣子剩下 1個 8的5次 那他其實是 4個f 其實8個8的4次 對不對8的5次一個是8個8的4次 那減加上2個 所以這裡比合起來其實是10個8的4次 10個8的4次其實是 810個8的3次 對嗎 因為1個8的4次是8個8的3次 那他還有10個 所以80個8的3次 80個減掉81個 剩-1個 -1個8的3次其實是-8個8平方 -8加6是-2個8平方 -2個8平方是-16個8 8加15是-8減1是-9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9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一下我們之前的一個作業 這個f of x4 這一串 乘x加2減13球 他除以x減1的余式 那其實前面講的除以x減1的余式是一個常數 所以怎麼樣 他就是f of 1 那就用1帶進去 那其實f of 1是什麼 f of 1就是常數核 對不對 係數核 係數核 所以來看一下 -13減a -13減a加17減4加a 乘以 1加2 這就是係數核乘這個也是係數核減13 那我再提醒一次 可能學生會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直接帶進去乘 直接帶進去然後直接找係數核 我不用把他乘開來嗎 那不用的 因為乘開來的f of 1跟不乘開來的f of 1 去算得出來的值應該要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呢 你會發現他這裡有a 感覺好像不能算 可是其實你在算係數核的時候會約掉 所以 前面是0 所以結果是-13 看好就是-13 對不對 其實前面這個式子就是x的1的base 意外吧 因式分解下列各式 這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寫這些作業呢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題目用乘法公式來做 他這個 x的12次 y的12次 你會發現他是偶數次 所以他其實12次是6次的平方 所以他是a平方-b平方 那 所以他其實這個會變成是x6次-y6次乘 x6次加 y6次 可以嗎 然後 然後 這裡 這裡又是6次又是3次的平方 所以他其實是 x3次-y3次 乘x3次加y3次 這樣子 然後這邊 x3次-y3次其實是可以拆的 後面位置不夠了 後面位置不夠了 所以這個x-3次-y3次其實可以拆的 我們剛剛說他有個乘法公式是x-y x-y然後x平方加xy加y平方 然後x3次加y3次是x加y 然後x平方-x平方-xy加y平方 然後 最後這個x6次y6次其實也可以拆 因為他是6次是2次的3次 所以他可以拆成x平方加y平方 x4次-x平方 y平方加y4次 這裡都 這裡面 好 所以是這樣子 這是這一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2題 然後這個 我們用兩種方式來介紹 再利用這一題來介紹這個因式分解 比如說這一題他是 -x5次 然後 加 2x4次加3x3次 減 2x平方加4x加6 看起來很複雜 那我們注意到係數有這個-123 -246 123 246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他從中間剖開來 從中間剖開來的話前面這裡 算一組 這裡算一組我們抽出公英4 那他有 他有的 他們三個都有的是什麼 是x3次 所以我可以抽出x3次 留下 這個-x平方 加2x加3 對嗎 那來看這裡 那他有他有他有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2啦 加2 加2 -x平方加2x加3 所以這個時候再把-x平方加x加3抽出來 -x平方加2x加3 乘上x3次加2 OK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要好看一點你可以把負號抽到外面去 x平方加2x加3 然後x3次加2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拆的 那或者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算 就是 來這裡不是有這個兩倍 兩倍 兩倍嗎 對不對 你看我們前面在介紹這個比的時候我們就說 A比B比C如果等於D比E比F的話 那A比D就會等於 B比E就會等於C比F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組合起來 你得到負x5次 減2x 平方 還有 加2x4次 減4x 還有 加3x3次加6 然後在提出每一組裡面的供應數是 這個提付 x平方留下來的是x3次 這個提出 2 不是x3次是 x3次加2 這個提出 2x 提2x 留下來是x3次加2 然後粉紅色的這邊提出 3 留下2x3次加2 留下來是3次加2 所以你就會發現他們都有x3次加2 所以就提出x3次加2 然後就會留下 2x平方加2x 加3 這樣也可以 這樣可以 好 來看我們上次留下來不較難的 說進階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來想想看這個5x3次減10x平方加13x減8 這要怎麼做呢 那給大家一個提示 他有一個簡單的一次音式 他有一個一次的音式 如果你稍微留意的話 對不對 什麼呢 如果你稍微留意的話你會發現5-10加13-8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音式是x減1 x減1 所以這題我們真的把它拿去除x減1 那這樣子去除x減1 反正我們很久沒有練習了 來 其實看 5x平方得到5x三方減 5x平方所以這裡是 -5x平方加13x 然後-5x所以是-5x平方加5x 所以是 13x加8 對不對 8x加8 8x 這裡超錯 -8 所以這裡最後這裡是加8 所以他其實是 x減1和 5x平方減5x加8 也可以這樣子的 也可以這樣子 這個這個應該是沒得猜 好 看下面這個 1 係數來看一下 這裡 121-11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呢 在念的時候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121 而且我們仔細留意一下 就是說 他這裡出現一個這個 x平方y平方 乘在一起 那仔細留意一下呢 這裡是一個完全平方式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前面這邊呢會等於這個 x 平方減y平方的平方 對不對 x平方減y平方的平方是x四次減2x平方y平方加y四次 然後這邊是 x平方加y平方 我可以把它寫成減 x平方減y平方 就是把它-1抽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他裡面都有x平方y平方 其實我們不用展開 我們直接 這個提出來這個供應室 那這邊 那這邊他是 他是這個東西 x平方y平方 剩什麼 他其實就還剩一組 因為他就是兩組 纏在一起 他就還剩一組 所以他是 x平方減y平方減1 然後前面這個還可以猜 x平方減y平方是x加y乘減y 所以這個是 這題 你會發現前面有一個懲罰公式 然後來看這個 這個是特殊的題型 也是這種 目前這個單元裡面算是特別難的題目 他在係數上面沒有什麼特色 也沒有懲罰公式 你如果覺得說可能有 搞不好中間這裡有 可是中間這裡有的話 有沒有121 可是中間這裡有的話 剩下的你也不知道該拿他如何是 如果你運氣很好 你去抓這樣子 這個x4次加2x平方加1 那你有機會找到他 x4次加2x平方加1 然後再把剩下的 加x3次加x 那你會發現這裡其實是 x4次加2x平方加1的平方 後面是 x的x平方加1 所以這樣子就跟剛剛那題有點類似 前面這個前後都提出x平方加1 後面是x平方加x加1 這樣子也可以 這樣子也可以 你看這題就解開 那不過在這裡提供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說 有的時候 尤其當係數特別的 當他的項目長 然後你他的係數就是像這樣子有沒有很平坦 突然就高一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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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x4次加x3次加x平方 然後 再加x平方加x加1 就是你把中間這個2拆成兩個1 拆成兩個1之後呢 上面這裡一組下面這裡一組 你就可以發現他其實是 這個上面這一組可以抽x平方嘛 然後x平方加x加1 下面這一組就是x平方 加x加1 所以就會等於 x平方加1 然後x平方加x加1 這樣子 好這個因式分解 對大部分的學生來說會有一點點困難 尤其要去還不熟的情況下去找到要怎麼分解有點難 那不過好在的就是說其實 這個單元在國中並不是核心的部分 我們並不是要求學生每一種因式都要能夠分解 只是交因式分解是為了要去了解後面這個 十字交成法的道理 那我們下一集還會再來練習一下 然後了解 他的使用的方法 我們接著就上到這裡